我们来继续看多项选择题 首先来看第一题 下来各项资产计题减值后 持有期间内在原计题减值损失范围内可通过损益转回的有 所以这题你看清楚 他说的是减值能转回并且还得通过损益转回 A选项 存货跌价准备 先说减值时分路怎么写 借记资产减值损失 代记存货跌价准备 能不能转回 能的 借记存货跌价准备 代记资产减值损失 这个资产减值损失 我们走的是损益 所以他没问题 优秀账款的会账准备 借记信用减值损失 代记会账准备 转回时借会账准备 代记信用减值损失 也是当期损益 债权投资减值减值准备 借记信用减值损失 代记债权投资减值减值准备 转回时借记借信用减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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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记信用减值减值减值 也是他 第一选项 以供应减值减值变动 记住其他增加收益的金融资产 当然这里专指债务工具的减值准备 因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是没有减值的 其他债权投资的减值 减值时借记信用减值损失 代记的是其他增加收益 恢复的时候借记其他增加收益 代记的是信用减值损失 有人说这是其他增加收益 不是损益 你看那个信用减值损失 记题时借信用减值损失 转回时不代信用减值损失吗 仍然走的是信用减值损失 仍然是通过损益转回 所以呢 本期的正确选项是 ABCD 四个选项 我们来看第二题 关于甲公司发行的下列金融工具 债务人或者叫发行方 发行方是义务人 应当分类为金融负债的 有不是权益工具的 是金融负债 当然我们主要是看是不是金融负债 不是金融负债的 通常都是权益工具 来看 A公司和乙公司签订合同约定 以一个月后500万元等值 自身普通股偿还所欠乙公司500万的债务 假欠乙公司500万 说好一个月呢 给5万万的股票 那么这个自身普通股 股票给多少股呢 说不清 一个月以后呢 还账是在说 还账那一天 假如说一股10元 那就给你50万 一股5元 那就给你100万 根据呢 当时的情况来看 这就说明 这个发行方 所承担的是用自身的权益工具去结算 而自身的权益工具 它是个可变数量 所以它是金融负债 这是要分类为金融负债的 我们再看 假公司发行了200万股优先股 你看是优先股 但它未必是权益工具 优先股 接着看 合同条款规定 假公司在三年后将优先股转为普通股 转股价格为 转股前一个工作日的普通股的市价 也就说 这2000万优先股 到底转成多少股普通股 那得看转股前的市价情况 到底转股多少股数 是不确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仍然是拿不确定的自身权益工具结算 所以呢 它仍然是金融负债 我们再看 C选项 假公司发行400万份配股权 配股权持有人可按照10元一股的价款 购买一股假公司发行的股份 400万份配股权是假发行的 那么对方按照10元一股的价格 来购买假发行的股份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对于假来讲 你给人家的股份 这是400万份 你收到钱呢 也是固定的 一股多少钱呢 10元那就收4000万吧 我给你400万股 你给我4000万 这叫固定换固定 它属于权益工具 这是著名的经典的 大家都熟悉 那个固定换固定 它属于权益工具 假公司向以公司发行一份 以假公司股票为标的的看涨期权 合同约定 到期日是以现金金额结算 就是虽然是一个看涨期权 但将来是拿现金结算的 因为不可避免的支付现金 这属于金融负债 所以本题属于金融负债的是 AB和D 三个选项 好的 我们来继续看 第三题 下来各项中 应进入当期损益的有 看好了 是当期损益 购买交易性金融负债时 支付的交易费用 借记投资收益 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负债在资产负债表日的 供应价值小于 账面价值的差额走 供应价值变动 损益 当期损益 以贪源成本 计量的金融负债 发生减着损失时 借记性减着损失 当期损益 购买以供应价值 计量起变动 进入其他生活收益的金融资产时 支付的交易费用 进入其他债券投资的成本 或者其他权益供应投资的成本 他们是不进入损益的 所以本期进入当期损益的 正确选项是ABC 三个选项 好 我们来继续看 第四题 关于金融资产的重分类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A选项 当相关业务模式发生改变时 前提是对的 你要想重分类 必须业务模式发生改变 以贪用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可以重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量起变动 进入其他生活收益的金融资产 这没问题 一可以变成三 一可以变成二 这是第二类 当然我们说这是债权 这是单纯指债权之间 才可能有重分类 当相关业务模式发生改变时 以供应价值量起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可以重分类为 贪用成本计量 三可以充分类一 没问题 都是业务模式发生改变 这都没有问题 当相关业务模式发生改变时 直接指定为 以供应价值量起变动 进入其他增加收益的金融资产 可以充分类 以供应价值量起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这是不对的 关键问题就是指定的 指定的这个 以供应价值量起变动 进入其他增加收益的金融资产 它专指的是 其他权益供应投资 其他权益供应投资 指的是股权 股权之间是没有充分类的问题的 第选项 当相关业务模式发生改变时 以贪应价值量的金融资产 可以充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量起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第一类可以充分类第三类 这也是没问题的 只是股权之间不能 其他都是可以的 所以本期的正确选项是 ABD 三个选项 我们来继续看第五题 下列关于金融资产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对于债权投资 第一类 且应当按照实际利率和贪余成本 计算利息收入 没问题 这个债权投资 我们就是要算利息收入的 贪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且应当以实际发生的 信用减值损失 他说的是实际发生的 信用损失为基础 对相关金融工具 进行减值的会计处理 并确认减值准备 这是错的 我们叫预期性损失 不是实际发生的损失 正是因为是预期的 它是单走一条线 专门看自己未来 这项金融资产 未来的违约风险 带来的损失情况 违约风险发生的概率和 违约风险带来的损失的 非交易性的权益工具投资 企业应当供应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这别毛病 别管是第二类指定还是第三类 都是供应价值计量 供应价值计量这是跑不了的 递选项以贪余成本计量的基础资产 重分类为供应价值计量的基础资产的 一重分类为二或三的 都是供应价值计量的 账面价值和供应价值之间的差额 记住所有者权益 你要是第一类重分类为第二类的 那确实走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是所有的权益 但你要是第一类重分类为第三类的 那供应和账面价值 它走的是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它就不是所有的权益了 所以这个也是不正确的 因此本题的正确说法是AC两个选项 好的 具体解析就不得多说了 我们来继续看计算分析题 首先来看第一题 假公司2019年到2021年发生的业务如下 一 假公司2019年1月1日 购入了乙公司当日 也就是19年1月1日发行的 5年期债券 假设购买债券一方 显然是债券的持有人是资产 该债券的面值是2000万 购买价款是2200万 另支付交易费用10万 由于你是金融资产的 债券持有人 这个交易费用怎么办呢 跟它的类别有关 我们继续看 该债券票面利率5% 每年年末复息 到期一次还本 假定其实际利率是2.73% 假公司管理该项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 在持有期间收取利息 到期收回本金 但是如果有更好的投资机会 则假公司将出售该项金融资产 这就等于告诉我们 假公司持有该项债券的目的非常清楚 是既为持利息又想赚差价 赚差价也是它的目的之一 所以可以把它化成第二类 以供应家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如果真的化成了这一类的话 那么交易费用10万 就寄到了其他债券投资的成本中去 这里是2200万再加上10万 是2210万将成为 其他债券投资的初始入账成本 我们看2019年末 该债券的供应价值是2200万 不含利息 如果它是其他债券投资的话 它的入账成本有了 后续有了供应价值的变动 供应价值变动将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将来是可以转投资收益的 那么到了20年年末 该债券的供应价值是1100万 仍然是不含利息 假公司评估发现 该项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资 初始券后已显著增加 那么应收取的合同限制流量限值是2129.58万 预期能收取的限制流量限值是1000万 很显然这里边有减值了 那么应收2129.58 结果呢 这个预期收回1000了 还差1129.58 这是要发生减值啊 21年的1月1日 假公司将该债券对外出售 处置价款是1310万 处置时发生交易费用10万元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我们来继续看 要求 判断该债券应划分为金融资产的哪个类型 计算初始入账金额并编制分路 当然这个类型决定了你的初始入账金额 从题目本上来看 它有固定的本金和利息 并且是既为吃利息又可赚差价 没有特别表明必须化成第三类的话 它是可以化成 以供运价值计量企业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的 那么也就是如果写分路的话 就是其他债权投资 来看摇权 计算19年年末 该债券的期末贪余成本 我们用期初贪余成本 加上当年的收入减去当年的现金流入 就是期末的贪余成本 那么这里边呢 借记应收利息代替投资收益 用初始贪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算出我们当年的投资收益 差额挤出的是利息调整 那么每年年末继续去算你的贪余成本 为下一年的计算做铺垫 计算确认供运价值变动后的期末贪余成本 那么供运价值变动之后 它影响了账面价值 却不影响其他债权投资的贪余成本 这事一定要看清楚 当然供运价值最终让账面价值发生了改变 让贪余成本不会改变的 我们再看第三个要求 判断该项金融资产 在20年年末是否存在的损失准备 这是肯定存在的 编制假公司21年出售该金融资产时的分路 那么把其他债权投资出售了 把相关的账面价值截转了 别忘了持有期间的其他总和收益 我们要转到投资收益中去的 好我们来看 第一步 假公司应将其划分为 以供应家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收获收益的金融资产 并通过其他债权投资客们来核算 且应将其为购入其他债权投资支付的交易费用 这10万 进入其他债权投资的初始入账成本 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那么取得其他债权投资时 借记其他债权投资成本 这里面是按面值来反映 这一点大家别忘了 其他债权投资跟债权投资一样 成本这个明细科目体现的是面值 然后是内息调整 内息调整就是你实际支付金额 这一共加上交易费用不是2210万吗 这2210万比面值2000万多出这210来 我们在借方走出一个利息调整210万 并且后续我们计算应收利息 投资收益时 我们将分摊这个利息调整 由于初始确认的利息调整出现在借方 后续我们分摊的时候 这个利息调整将从代方分摊 那么怎么一个代方分摊呢 后续每一年你借记应收利息 代记投资收益时 很显然你的应收利息会大于你的投资收益 让差额出现在代方 走出的是其他债权投资的类息调整 这个思路都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我们在每年年末 其他债权投资不仅仅是停留在 我们算出了期末的贪用成本和账面价值 而且还要用供应价值 对账面价值进行调整 通过供应调整后的账面价值 才能列爆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中 好我们来看2019年应确认的票面利息 其实就是应收利息 按面值2000万乘票面利率5% 算出了应收利息100万 而我们的实际利息收入是多少呢 按照初始贪余成本22001 大家看好了 初始贪余成本里边是含着交易费用的 作为债权人这边 金融资产的初始入账是含着交易费用的 如果是应付债券的发行方那边有交易费用的话 是在负债的基础上给它扣减的 这边是加上对面是减去 用初始贪余成本2210万乘以实际利率 2.73%算出了60.33的投资收益 很显然借近应收利息100万 代替投资收益60.33差额一定会出现在代房的 这个差额走的是利息调整39.67 如果让现在说分路的话 那就是借近应收利息100万 代替投资收益60.33 代房是其他债权投资利息调整39.67 很显然 这39.67我们没写分路没计算之前 我们也知道它应该出现在代房 因为我们第一次出现利息调整时 它是出现在借房的 后需要完成对借房利息调整的分摊 那也只能出现在代房 期末的贪余成本 用期初贪余成本2210 加上收入60.33减去现金的流入100 加60.33减去170就是要减去39.67 最后是2170.33 这是19年年末的贪余成本 但19年年末的贪余成本 在没受供应价值调整之前 它和没有调整之前的账面价值是一样的 都是2170.33 也就是说其他债权投资在没有供应价值调整之前 账面价值和贪余成本是一样的 此时还一样 但是紧接着告诉我们 09年末的供应价值是2000万 2000万的供应 它只能和账面去比 我们发现它要减少170.33 减少的170.33是供应价值变动 所以我们会借记其他生活收益 170.33 代记其他债权投资 明晰科目是供应价值变动 其他债权投资在代方 是其他债权投资的减少 我们减少了170.33 让资产减少 借记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好 我们来继续看 那么针对上市内容 把有关的分路来说一下 借记应收利息 代记投资收益60.33 其他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39.67 看了没有 写分路不难 关键是你能算出来 你明确了这些东西该怎么办 分路一写变成 只要你认真写不写错了 那肯定得分 借记其他综合收益170.33 代记其他债权投资 购物引价值变动170.33 并且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将来是可以转投资收益的 好 我们来继续看 到了19年年末 那么公允价值变动之后 我们的贪余成本 还是2170.33 但是期末的账面价值 却因为 这个公允价值调整 变成了2000 我们清晰的看到 其他债权投资 最后的账面价值 是因公允价值而调整为 公允价值的口径了 所以说最终在资产负表上 你说这个其他债权投资 是按贪余成本2170.33 来列爆呢 还是按账面价值2000来列爆呢 肯定是2000来列爆的 这2000是个什么口径呢 是个公允价值口径 也正因如此 咱们其他债权投资 在提减值时 也只能委屈一下 借记信用减值损失 代方就不能走 其他债权投资减值准备了 为什么呢 你要再走个 其他债权投资减值准备的话 你的账面价值还会减去准备的 那么那个账面价值里边 既有公允因素 又有减值因素 两个力量从事存在的话 你就很难分清 这个账面价值 到底是公允价值的口径 还是公允价减值后的口径 那就乱了 为了让我们的信息 更加的充分体现 更加的清晰明了 所以提减值时 只能是另批西径 给他单独走一个科目 叫代记其他总和收益 这就是其他债权投资提减值 不能碰账面价值的原因 为的就是让账面价值 最终体现的是一个 公允价值的口径 纯正的公允价值的口径 我们来看 20年英确认的票面利息 还是面值成票面利率 应收利息100万 20年的投资收益 用20年年初的初始贪息成本 刚才我们算出来了 是2170.33 成立实力率2.73% 算出了59.25 同样的 利息调整是40.75 如果写分录的话 借记应收利息100 代记的是投资收益59.25 代方有其他债权投资的 类息调整是40.75 并且它依旧出现在代方 必须出现在代方 也只能出现在代方 因为我们知道 类息调整 初始确认时 是在借方有余额 你要分摊在借方的余额 只能是从代方 才能完成这个使命 好 我们来继续看 那么到了20年年末 本期应该确认到 公允价值的 这个变动金额是多少呢 由于20年年末的 公允价值 是最后是1100 而1100之前的账面 是多少呢 其实账面价值 就是在2000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2019年末 已经受公允价值影响 那账面价值 已经变成2000了 所以20年年末的账面价值 是在2019年 账面价值2000的基础上 把这个利息调整 给减掉的 因为它是体现在 分路的代方有 其他债权投资的利息调整 当你代方出现了 其他债权投资利息调整时 这40.75肯定是 让账面价值减少的 但是在20年 它要减少的账面价值 是在2019年年末 那2000的基础上去减 减去4.75 2000减4.75 这是你没调整钱的账面 而公允价值是1100 所以呢 还要再减少 859.25 减少完之后 让账面价值跌落到 1100万 这个公允价值的口径 该下集中资产在20年年末 应集体减值准备 但那个减值准备 跟你的账面价值 台语成本都没有关系 它是一个第二阶段 显著 违约风险 或者信用风险 显著增加情况下的 一个三阶段里的 第二阶段的处理 它并不影响 账面价值和贪余成本的计算 它不影响 因此该集中资产 信用风险自出入去后 已经显著 因为 因为该下集中资产的 信用风险自出入去后 已经显著增加 所以该账减值账减值 但是这个减值 不影响我们的 贪余成本的计算 当然 这个减值计算完之后 因为它属于 其他债权投资的减值 它也不影响账面价值 我们继续 20年相关分路是这样的 借记营收利息 100代投资收益 59.25 这个大家算出来了 其他债权投资的利息调整 是40.75 那么由于其他 总和收益要上涨 要降低了 850.25 所以借记其他总和收益 借记其他债权投资 供应债材的变动 850.25 同时具体减值 借记信用减值损失 1129.58 借记其他总和收益 1129.58 大家看好了 这里这个其他总和收益 那是另外给它单开的小造 因为什么呢 我们一般的资产减值 借记资产减值损失 或者信用减值损失 借记的是某某资产的准备 而你代方一旦要走了准备 这个准备势必要充减账的价值 你比如说我们这道题 到了20年年末时 受公运的调整 账面已经变成1100了 别管19年年末的2000 还是20年年末的1100 他们都是公运的 他们在资产负表那一列 都代表了公运价值计量的结果 而你只要再加个 其他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你会让那个减值准备会充减账面价值的 那他那账面价值就无法单纯体现为公运的口径了 所以为了不至于混乱 所以这个地方就单独走其他增加收益 但是这个其他增加收益 和我们借房确认的其他增加收益一样 等到你把这项金融资产出售时 他们都是可以转到投资收益的 这里面有贷房1129.58 将来在转的时候 你会借记其他增加收益1129.58 代记的是投资收益1129.58 好我们来继续看 首先这里面呢 这个20年年末时 这里的其他债权投资的成本还是2000万 这面值始终不变 利息调整当初借房有210 19年年末冲起一个39.67 20年年末冲起一个40.75 最后那利息调整剩129.58 还在借房 等你卖掉时 他会把我们要把这个利息调整 转到贷房中来 那么其他债权投资 还有个名义科目叫供引价值变动 供引价值变动 现在他在贷房 第一次呢下跌了170.33 那是借记其他增加收益 代记的是其他债权投资的供引价值变动 第二次又下跌了859.25 那是借记其他增加收益 代记的是其他债权投资的供引价值变动 859.25 加在一起呢 是1029.58 这是贷房的其他债权投资 供引价值变动 但借房是谁呢 这1029.58是借房的其他增加收益 将来要转的话 你要把其他债权投资出售了 借房这个其他增加收益呢 我们要代记其他增加收益 1029.58借记投资收益 把它转到投资收益的借房区 最后处置时 那么处置的时候呢 账面价值是2000加上 这里的利息调整 129.58 由于贷房有个1029.58的供引价值变动 所以最后是1100的账面价值 这就对了 其实这1100的账面价值 就是你在出售之前 20年年末 我们经过供引调整之后的账面价值 这是对的 好 我们继续看 最后的出售时 卖了1310 里面有交易费用10万 去掉 那我们拿到手中金额 是借记银行存款1300 如老师 你为什么把这10万去掉呢 因为你是发生的交易费用 其实 券商直接打给你的 就是1300 不会先打给你1310 然后再从你这要走10万 那太麻烦了 人家直接就转给你1300 所以写分录时 我们直接扣掉交易费用 1300借记银行存款 收到钱1300 然后呢 你卖掉的其他债钱投资 成本2000 利息调整是129.58 这是其他债钱投资的账面价值 然后再减去1029.58 这是我们刚才算过 这是1100万的账面价值 这是1100万 1300减1100万 所以差额在贷方 有200万的投资收益 这相当于你是把它给卖了 那么卖掉之后呢 同时别忘了 我们其实还有两个 其他增加收益呢 一个是借方的其他增加收益 1029.58 这是第一笔 你会有一个借记 投资收益 1029.58 代记其他增加收益 你把借方的转过来 另外我们有个简直 确认的 代方的其他增加收益 是1129.58 那你要是转的话 你会来一个 借记其他增加收益 1129.58 代记投资收益 我们再来一个代方的投资收益 是1129.58 你用代方的1129.58 减去借方的1029.58 那显然是代方多出100来 我们就是代方的投资收益 所以把两个分路合在一起呢 是借记其他增加收益100 代记投资收益100 这是写的是净额 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写的话 你写两个 一个呢 是截转你借方的其他增加收益 1029.58 你就代记其他增加收益 1029.58 借投资收益 你把借方的其他增加收益 通过代方 给它转到借方的投资收益中去 你再把简直下形成 那个代方的其他增加收益 1129.58 在借方 借其他增加收益 1129.58 代记投资收益 给它转到代方中来 虽然最终是剩下代方投资收益100 你可以写两个分路 写两个分路呢 更能够充分体现 我们在 其他债权投资持有期间形成的 股影价的变动 形成那个其他增加收益 当把其他债权投资出售时 这个其他增加收益是可以转投资收益的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我们因简直而确认的其他存活收益 再把其他债权投资出售时 也是可以转投资收益的 两个最终都是要转投资收益的 我们来继续看第二题 假公司2018年到2019年 与股票投资相关的资料如下 这专门是股票 刚才说的是债券 它是股票 来一起看一下 资料一 18年1月1日 购入以公司发行的股票 100万股 支付购买价款是1080万 其中包括了 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30万 那1080里边这30万要单走应收股利的 别管你将来做哪一项金融资产 这个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我们是要单走应收股利的 这样的话借房还剩1050 1050我们将记住金融资产成本 我们来看下到底是哪一类呢 假公司过入后经分析 预计以公司股票市场价格将持续上涨 假公司对以公司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重大影响 跌到重大影响线以下了 只能做金融资产 并且该项股票的目的 持有不具有交易性 那么可以指定的 将其指定为 供应家尽量企业变动 记住其他生活收益 集中资产 当然你也可以不指定 这道题说指定了 那就不用说别的了 说明我们花这1080 带银行送款1080 借放有应收股利30 还有1050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要把它摇准了 千万别写 其他权益工具又坏了 其他权益工具那是所有的权益 我们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我们来继续看第二个资料 2018年的2月1日 收到以公司分配的现金股利是30万 这30万就是你那已宣告上未发放的 真正收到时 借记银行存款 待机应收股利 应收股利已收到重应收 这是18年2月1号 到18年年底时 该股票投资的供应价值 已经涨到了1300万 当初是1050万涨到1300万 涨起了250万 这没办法 就是250 借记的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供应价值变动 待记的是其他增加收益 250 答案这下增加收益 250将来只能转留存收益 它是不让碰损益的 好 2019年3月1日 以公司向其股东进行了利润分配 其中向甲公司分配现金股利是 每股0.5 你一共是100万股 100万股的0.5 你收50万 借应收股利50万 待投资收益50万 甲公司在4月2日 实际收到现金时 借银行存款50万 待记应收股利已收回50万 2019年12月31日 该项股票投资的供应价值是1100万 那么2019年12月31日是1100万的话 那表明这个其他权益供应投资 从1300又跌落到1100 刚才是上涨了250 现在是下跌了200 又有下跌 下跌是做相反的处理了 借记其他作用收益 待记呢 待记其他权益供应投资 供应价值变动 假设不考虑其他因素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要求一 判断甲公司该向股权投资 应确认的金融资产类型 它属于其他权益供应投资 是以供应价值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它的初始成本是1050 分落是借其他权益供应投资成本 1050 应收股利30 代价存款1080 根据4.2 即是2018年 甲公司应确认的投资收益 甲公司应确认投资收益 收到30万的股利时 由于是应收已收 充应收 其他收益为零 而其他综合收益呢 我们在代方倒是增加了250 编制相关分路 要求3 根据4.3说19年 19年甲公司应确认投资收益 随说其他权益供应投资 从生到死不让碰损益 但是这里边的股利符合条件 还是可以确认投资收益的 所以19年分的那50万 是借记营收股利50万 代替投资收益50万 这里还是有投资收益的 但其他综合收益 19年本身是充减的 它是从1300到1100 是减少200万的 其他综合收益 是负数 假定甲公司 使用的所得税率是25% 税法规定 企业持有的股票等集中资产 以其取得成本作为继税基础 说明在这道题里 税法始终认可的就是1050 你在18年年末 你说你涨到1300 好的 那是你的事 19年你说你跌落到1100 那是你的事 我税法始终认可的是多少 税法始终认可的是1050 因为他认可的是取得成本 做继税基础 根据422和3计算 奖公司18年末 19年末 该项资产 形成的暂时性差异 和应确认的 地缘所的税金额 并编制分落 18年末 形成的暂时性差异 那很显然 18年末形成的暂时性差异 我们是 18年年末你是1300 账目价值1300 计税基础是1050 账目价值大约计税基础250 250形成的是应纳税 暂时差异 要确认的话 确认为地缘所负债 但是紧接着到了19年年末 你是1100 1100和1050比起来 还是有50的应纳税 但是你别忘了 这个应纳税是一个资产延续过来的 当初曾经有250万的应纳税 暂时差异 现在变成了50万的应纳税 暂时差异 说明2019年 还要冲回 或叫转回应纳税 暂时差异是200万 转回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200万时 你就要用200万的 250万的地缘所负债 要把它冲回去 19年冲回地缘所负债 我们18年是确认 地缘所负债的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解析 首先 应确认以供应家计量企业变动 记住其他生活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作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核算 成本 1050 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成本 1050 应收股利30 代价存款1080 没问题 都是我们预料之中的 我们继续看 18年确认投资收益为0 你虽然收到了30万的股利 但是它是应收一收 充营收 但我们走的是 其他生活收益250 所以借记的是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益价里边的250 代价其他生活收益 250 这是18年 那么2019年 应该确认的投资收益 这应该是2019年 2019年确认的投资收益 我们这里边是100万股 每股0.5 一共是50万 投资收益有50万 所以是借记营收股利 50万代替投资收益50万 就是它 另外其他增加收益 是充减了200万 那么收到利息时 借记营存款代替 收到股利时 借记营存款代替应收股利 好 我们在充减其他增加收益时 是借记其他增加收益 代替的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明细科目叫公允价值变动 有人说老师考试时 我要忘了写明细科目呢 通常来讲 如果没有要求 必须写二级科目的 不写是没问题的 答案这里面 它是供应价值变动 好 我们继续 18年年末 首先呢 你的账面价值是1300 这是供应调整后的 供应价值变动技术 其他总共收益的 所以供应计量了 1300 而税法认可 1050 账面价值大约积税基础 这是向资产形成的是250万的应纳税差异 应纳税差异确认的是250的25% 是62.5万的低延所负债 我们在确认低延所负债时 代替低延所负借借的是谁 千万别忘了 因其他综合收益 而形成的所得税影响 我们还得走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这个地方 是借记其他综合收益 62.5 代记低延所负债 62.5 这是2018年年末 同样的思路 我们看2019年年末 会计的账面价值是1001税法 依旧认可当初的计税基础 1050 账面价值大约基础基础 50形成的是应纳税暂身差异 应纳税暂身差异 这有一个50万 当初你账上是250万 怎么从250万变成50万呢 所以我们要转回 或者要充减200万的应纳税暂身差异 应纳税暂身差异 确认点锁负债时 我们会代替点锁负债 借记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那我们要是充回时 你要借记点锁负债 200万的15%是50万 代替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50万 借点锁负债 代替其他综合收益 这里边呢 无论是确认还是转回 我们充减的 用的都是其他综合收益 这就成了 作为金融资产的 其他权与公益投资的 锁负债问题和其他债权 投资的锁负债问题 他们的锁负债影响 对应的科目 都是其他综合收益 这是我们金融资产里的 锁负债问题的一个特殊情形 我们来继续看综合题 好 我们来一起看题 A公司2022年到2024年 发生与金融资产有关的 业务如下 第一件事 22年的1月1日 A公司支付了 1120万元 购入了甲公司于当日发行的 5年期债券10万张 每张面值100元 票面利率5% 每年年莫复息 到期疑似还本 另支付相关费用6.68万 A公司将其划分为 以贪予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该说的都说了 我们简单清理一下 首先 A公司买的这个债券 是化成了第一类金融资产 我们可以简单说叫债权投资 那么债权投资花了多少钱呢 花了 1120万 另外还花了 6.68的 相关费用 那么整个债权投资的 账面价值是多少呢 也可以叫贪予成本是多少呢 1120 6.68 把这6.68要加上 因为你是金融工具的权利方 你是债权人 你是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的交易费用 是寄到成本中去的 来 别管是债权投资 还是其他债权投资 我们都是寄到金融资产成本的 当然要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在借房单列为投资收益 所以这总数我们找到了 另外是每年莫复习 到期一次还本 面值是 一共是十万张 每张一百元 所以这是一千万面值 票面利率百分之五 那么实际利率多少呢 实际利率咱得算 为什么呢 你要是值得的票面利率 你必须算实际利率 那怎么算呢 其实就是用你的初始贪产成本 1126.68 让它等于 这不是几年期啊 五年期 五年期面值是 一千万票面利率是百分之五 那一千万的百分之五就是五十万 五十万按五年 折现到今天的限值 再把最后的面值本金 一千万折现到今天 折按五年折现啊 每年五十万一共五个五十万 和最后一个一千万折现到今天 让限值等于 一千 一百二十六点六八 那个折现率 就是我们要找的实际利率 好 我们来继续看 二二年的五月一日 还是当年 假公司发行的 该债券上市流通了 你上市流通就流通 因为我做债权投资 所以我是不考虑供应价值的 我们再看 二二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 A公司持有的该债券的供应价值 上涨到一千二了 你上涨就上涨 我这是贪于成本计量 不受供应价的影响 依然不用管他 这都是干扰项 到二三年年底 A公司评估发现 该项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 字初始宣后 已经显著增加 应收取的合同限制 流量限值是 一千零七七点九五 预期能收取的流量限值 是一千零五十 书名 减值了27.95 减值了27.95 说明减值了27.95 好 我们来继续看 第五项资料 二四年的一月一日 A公司因急需资金 于当日将该项债券的 百分之五十出售了 那么出售一半 取得价款 五百万供应价值存入银行 大家一定要注意 卖掉一半是卖了五百万 它是个供应价值 那剩那一半呢 它的供应价值还是五百万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 卖一半值五百 剩那一半还值五百 他不说了还值五百 同时A公司改变 其持有这类债权投资组合的 业务模式 改变业务模式 就面临一个充分类 据此呢 A公司将剩余那百分之五十 充分类为以 供应价值计则变动计入 其他组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这就是把债权投资 重分类为其他债权投资 重分类日 剩余债权的供应价值是五百万 你不说也是五百万 当然 这个重分类日 可能不是这个 24年1月1日这一天 所以他必须得强调一下 那么假设不考虑其他因素 计算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并且给了一个 给了五年期利率为百分之二 五年期利率为百分之二的 复利限制系数和年级限制系数 五年期利率为百分之三的 复利限制系数和年级限制系数 五年期是确定的 就是利率百分之二和百分之三 到底是百分之二和百分之三 他为什么这么给呢 好 我们来继续看 要求 计算A公司取得债券投资时的 实际利率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他必须让将来的那个五个五十 和一千万折线到今天变成 一千一百二十六点六八 当然这里边呢 根据一支条件 他给了一个百分之二的和百分之三的 这个年级限制系数和复利限制系数 我们在求这个实际利率时呢 就可以拿百分之二和百分之三去测试 我们用的叫逐步测试的方法 也可以叫 差值法 那么这个差值法也好 逐步测试的方法也好 那考试时 你要根据他给这个条件 他给的是百分之二 利率百分之二和百分之三的 那基本上就在百分之二和百分之三之间 你不用测百分之六百分之八 你别这么测 那就漫无边际了 就用这二和三一测 基本就在这中间 这道题 我们其实考题也都这么给啊 一般上你自己算的话 也不过如此 所以通常这么考也没有什么价值 一般不这么考 但是呢 大家在备考时 会算这个 用差值法算这个内涵利率 或叫实际利率 这个方法要掌握 这样的话呢 有备无患 我们继续 计算二年一月一日 A公司取得金融资产的入账价值 并编制分路 那么你取得债权投资时的分路 计算前二年年末 A公司该向金融资产的贪余成本 来用出贪余成本 加上收入减去流入 因为你算出实际利率了 我们就可以算出投资收益 加收入减流入 我们再看 第四个要求 判断23年12月31日 A公司该向金融资产 是否应计题 简直准备 说理由 编制相关分路 编制24年1月1日 A公司与该向金融资产 有关的会计分路 好 我们来继续看 首先来看 第一个资料 让求实际利率 那我们就假设实际利率为R 假设为R 则1000万的五年期的折现 加上1000万的5% 这是50万的五年期的年纪限值 加在一起 它等于我们今天付出的 总的贪余成本 也叫初始贪余成本 1120.68 这里面那实际利率 我们先设为R 然后根据这道题的已知条件 我们来测试一下 让R先等2% 你把2%带进去 假如我们的利率是2%的话 2%的五年期的年纪限制系数 和复利限制系数 本题是给出的 所以你根据已知条件一算 算出一个1141.375 这是2%的 然后你用3%再测一下 你说为什么测2%3% 因为题目就给个2%3% 考试时也会这样拿 给什么你拿什么测什么 你别找别的去测 你那么一测的话 它是1091.585 然后咱们用内查法 采用内查法 列势是怎么列势呢 这个得对应好 平时大家可能不在意 做这个题式一定要注意 对应好 你拿3%减2%除以2减2% 那就得让它等于 3%对应的那个限制是 1091.585 减去2%对应的那个限制是 1141.375 然后2刚才我们设为 20让它等于1126.68 减去2%对应的是 1131.375 也就是说这等式两边这个对应关系 不能写拧了 最后这方程这么一解 肯定能解出来啊 这没问题啊 对吧 就这么一个未知数 一解出来之后 这道题它是2.30 2.30%不正好在2%和3%之间吗 所以这个已知条件 给2%和3% 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假如考试的时候 让你算实际的率 其实也不过如此而已 这一道题你会做了 你熟悉了 你明白是怎么一个套路了 这就足够了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要求 二年1月1日 A公司取得金融资产的入账价值是多少呢 当然我们把交易费用6.68也加进来 是1126.68 代价存款1126.68 借记债权投资 面值是成本1000万 利息调整是126.68 哎 这就成了 这是我们初始取得的入账成本 好 我们再看 二年年底 债权投资贪金成本是多少啊 我们用初始贪金成本 这数一定要拿准时 1126.68 用它减去 其实就是让它 初始贪金成本 加上当年的收入减去 当年的现金流入 加收入就是 初始贪金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2.3% 初始贪金成本 你说老师这不减吗 你把括号去掉 它就变成加收入减流入了 那个流入是谁呢 就是面值成片面利率 用初始贪金成本 1126.68 减去你当年的收入 1126.68 乘以2.3% 减 加上收入 减去你的流入 是1000的5% 加收入减流入之后 等于1102.59 所以基地写分路时 借应收利息50 代债权投资 类息调整 24.09 它是谁 它就是那个收入 跟流入的差额 其实你这里加收入 就是加的 25.91 1126.68 乘以2.3% 是25.91 减流入 加收入减流入 就减了50 最后事实上 我们是减了 24.09 你想一下 债权投资 本来是在借房的 现在你放在贷房 这不减了24.09吗 收到前十 建议行存款 代替应收利息 我们之所以敢减 这个50 就是因为我们当年 有现金的流入 加收入减流入 如果是一次 还本付息的 没有流入 我们减的是零 前面预见过 这样的题目 好 我们继续 23年12月31日 A公司该项债权投资 应其减值准备 理由是23年底 A公司评估发现 该充算的信用风险资 出日期之后 已经显著增加了 应收取的合同限制上 限值是1077.95 预期能收到的值是1050 所以减值了27.95 减值时 借记信用减值损失27.95 代记债权投资 减值准备27.95 大家看 同样是减值 债权投资的减值 它可以写 债权投资减值减值准备 而其他债权投资的减值 它只能走其他走过手艺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债权投资 它的账面价值 并不是靠公允价值来调整的 没必要让它体现公允的伎俩口径 所以债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我们最终是 要是有减值的话 可以受到这个债权投资减值准备的影响的 你要写上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它不就让债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因此而减少了吗 它是影响账面的 好 我们来继续看 二三年年底 该向债权投资的贪页成本 它就等于二三年年初 也就是二二年年末的贪页成本 1102.59 也是二三年年初的 加上收入 年初贪页成本呈实际利率 减去流入 加收入减流入 算出了二三年年末的贪页成本是1077.95 这是贪页成本 借记营收利息50 代替投资收益 这是你的 这个25.36就是1102.59乘2.3 最后几出的利调整是24.64 这是贷方的一个利息调整 当然我们说的利息是建阳存款 代替营收利息 这就成了 当然我们看到经过两年 我们当初那个利息调整的借方 现在从贷方已经分摊过两次 好 我们继续看 24年1月1日 I公司出售了一半 卖了多少钱 500万借金页存款 这是最简单的 然后把你的这个债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截转一下 债权投资的股本 成本 债权投资成本1000万 这是面值 它一半就变成了500 这不能动摇 还是它 类息调整当初在借方有126.68 18年咱们充检一个 后来又充检一个 对吧 第一年充检24.09 第二年充检的是24.64 前面我们大概给大家算过了 这是22年23年充检过 那么你充检完之后 剩下还没充检在哪呢 还在借方 还在借方 但现在有一半要把它卖掉 所以要除二等38.98 放到贷方中来 跟着500变成538.98 这是账面价值 从贷方走 你这么一截转 另外呢 我们还有减值 由于减值我们已经计齐了 一共是 前面呢是27.95 27.95 咱四舍五入 这一半是13.98 你用账面价值再减去减值 这是我们最后的 真正的账面价值了啊 我们这里的债券投资的 整个账面价值 500加上38.98 是538.98 538.98 减去13.98 还剩525 这525 是整个债券投资的 账面价值 你卖回500来 很显然 你赔了25 所以借方投资收益 是赔了25的 这是卖掉这一半 那我们再看看 剩那一半呢 剩那一半进行了重分类 重分类啊 那么我们是把第一类 重分成了第二类 第二类是 以供应价值量且变动 进入其他生活收益的 集中资产 就是其他债券投资 是供应价值计量的 所以按照重分类质的 供应价值500万入账 借记其他债券投资 先供应500万入账 然后截转你的账面价值 刚才我们算过 成本是500 利息调整38.97 有人说怎么称97了 刚才不是98吗 这为了不至于储位差 这事咱就别较真了 好吧 那不叫98 这不叫97 这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一半 那我们借方 还有一个债券投资 减值准备 对吧 你是538.97 减13.97 这还是一个525的账面 你的账面价值525 而你的供应价值是500 供应和账面值差 由于是第一类转第二类 供应账面值差 随着第二类走 要是第一类转第三类 供应和账面值差 随着第三类走 随第三类走的 走供应价值变成损益 随第二类走的 走的是其他总和收益 所以这里的供应是500 账面525 供应小于账面的这25 在借方走出一个 其他总和收益 25万 这就成了 所以这里边呢 不仅有最后的债权投资的出售 而且还有剩余部分的重分类问题 特别是第一类重分类为第二类时 供应和账面之差 随着第二类走 走的是其他 松和收益 好 本章的内容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